我想這次的疫情對於全國的影響是非常的強烈的 那現在人民最關心的就有三件事情 第一個 打不到疫苗 賺不到錢 領不到紓困金 我想一個政府最重要的責任就是保障我們人民的生命跟財產 現在我們的生命受到威脅 經濟也受到衝擊 我想在這次紓困的預算的審查 經過兩天的協商之後 本黨團能有三個案件 仍然被保留 希望等一下表決的時候 執政黨的同仁可以體恤民情 傾聽民意 拿出你們謙卑的態度 來支持我們在野黨的提案 首先 針對三加十一的決策 變成英國變種病毒入侵的大破口 導致現在有五百多條人命來犧牲 本黨團堅持指揮中心 因提供4月13號的會議決策記錄 所以很感謝這次的協商 各黨團共同支持立法院 要求行政院成立三加十一的調查小組 讓整件事件 終於有機會可以接受國會與社會的檢視 接下來 針對疫苗採購的部分 陳時中部長 除了昨天終於為了到貨緩慢而道歉之外 今天也在協商結束之後 特別致電給本席 改變態度 同意支持本黨提出的第473案 針對疫苗採購 政府應以國際認證疫苗為主 國內疫苗為輔的政策 儘快購買充足的國際認證的疫苗到貨 滿足產業界跟各界的需求 這也讓我們認為這一案是在壓線的情況下通過 我們也特別提出肯定 另外 我們也提出307案要求衛福部提供國產疫苗研發實驗採購報告 以及336案要求衛福部於一週內提供我國疫苗採購書面報告 包含何時取得達成七成覆蓋率的疫苗施打計畫 包括337案要求衛福部應協助國內疫苗取得國際認證列入國際使用的清單 並於一個月內公布採購疫苗的合約及內容 還有後續的研發期程 我想以上的三個案子都是民眾非常關心 而且必須要公開透明受到檢視的相關資料 沒想到這個三個案子還是在協商的時候被我們的執政黨所否決 我們不知道現在指揮中心跟這個執政黨到底在這個議題上面 為什麼不願意公開 要遮嚴什麼 甚至連一些基本的資料都不願意提供 難怪整個疫苗採購的執行率讓全國人民眾有所憤怒 對於一個什麼我們都要台灣No.1的台灣的執政黨政府來講 如今卻在疫苗的覆蓋率反而跟我們鄰近的國家遠遠的落後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也請執政黨的朋友三思支持我們民眾黨的提案 也謝謝大家 感謝